国内单日新增病例 连续四天是维持在两位数 昨天有60个本土病例 三个人死亡 而中央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虽然整体的病例数字是在往下走 但是最近百货公司和风景区的人流增加 却是一个防疫上的隐忧 新冠本土个案持续增加 周一二十八号新增六十例本土病例 个案分布以新北市三十三例最多 其次为台北市二十二例 桃园市两例 基隆市南投县及彰化县各一例 另外死亡新增三例 而这也是连续第四天 单日新增病例数低于百例 再创三级警戒以来新低 而日前从秘鲁返台的祖孙两人确诊新冠肺炎 也连带把印度变异株传回台湾 指挥中心紧急匡列与祖孙两人同班机的前后两排乘客 总共三十八位 目前三十四人PCR采检 结果均为阴性 由于外界对于印度变异株的传播力 非常关注 指挥中心表示 从新加坡研究发现 印度变异株仍是以发烧咳嗽为主要症状 还英国变异株没有明显差异 疫苗对于两者的保护效果也差不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变异株的加护传播力 比英国变异株还要高 此外近来本土确诊数下降 民众开始关不住 百货公司和各伙估计株